这位慈祥的父亲竟然在教自己的亲生女儿如何杀人 母亲居然还在一旁拍摄来记录女孩的第一次 这个看似幸福的一家三口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个诡异的故事要从一年前说起 父亲阿强为了给母亲阿征一个惊喜 他低价在郊区购入了一栋别墅 阿征显然对这座房子很喜欢 参观完新家后 阿征欢喜不已 他当即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回报一下阿强 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阿征在客厅看电视 房顶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但是这座房子根本没有三楼 楼上就是房顶也没有阁楼 为了给丈夫证明这不是他的错觉 阿征用摄像机把这个诡异的现象拍了下来 这天他们在客厅 房顶上又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 这使夫妻俩都不淡定了 不过他们还是决定再观察几天 万一是别的什么动物呢 然而没过几天 房顶的脚步声依然时有时无 时而还有敲击声 但是这些异想并没有伤害到他们 两个人的心也大了起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发现了这个房子更多诡异的现象 比如走廊里随便丢个东西过去 都会被扔回来 直到一天夜里 二人刚准备睡觉 卧室的门突然被关上了 然后整个床都开始剧烈的晃动 阿强这才意识到了危险 他决定把整个遭遇拍下来做成视频 然后发到网上 花钱找个驱魔团队来赶走邪随 很快一个自称大拿的驱魔团队就联系上了他们 团队负责人梅姐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团队 还有业务能力 其他工作人员开始在房间内布置设备 阿强把最近发生的事详细的给梅姐说完后 梅姐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 也发现了一些端倪 就问他们今期有没有至今去世 然而让人不害阿力的事 阿强告诉梅姐 他们有个女儿死于三年前 梅姐听完阿强的介绍后 基本上可以肯定 房间内的异象就是他们死去的女儿造成的 找到了证捷之后 梅姐带领团队开始大展拳脚 他们动用各种设备想让红破现身 并在她经常活动的地方施法 很快梅姐他们就得到了反馈 眼睛在检查录像时 发现夫妻俩死去的女儿 其实一直在跟着他们 夫妻俩看完录像白感交集 梅姐决定让通灵师阿帅与王林沟通 搞明白为什么死去的女儿要缠着他们 就这样 所有人来到客厅 关掉屋内所有灯光 阿帅开始召唤女儿 告诉她你的爸爸妈妈都在这 你可以出来吗 说完以后没有任何动静 阿帅让母亲阿征给女儿说点什么 奇怪的是 阿征表示自己很害怕 她什么都不想说 在丈夫和阿帅的鼓励下 阿征终于开口了 阿征刚说完 没讲到别就听到了诡异的声音 阿征 这是爹地 你还有人吗 你没事吧 亲爱的 我没听到你 阿征 说得更加热 你妈妈没听到你 什么事 什么事 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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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很显然 屋里除了他们的女儿 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阿征因为悲伤和恐惧 起身向卧室走去 梅姐带着阿强也追了过去 留下阿帅继续在雄找他们死去的女儿 并用设备尝试与她对话 过了一会儿 阿帅发现屋里一点东京都没了 对讲机也没人应答 楼下更是悄无声息 她意识到哪里不对 也来到了卧室 结果发现卧室内空无一人 她打开了灯 发现眼镜的对讲机被扔在了地上 但是人却没了 她开始挨个乌熊掌 不过来 终于在洗手间 他找到了梅姐和眼睛 然而恐怖的是 梅姐的双眼被挖去 美丽的脸庞上留下了两个身不见底的黑洞 眼镜也被杀害倒在了浴室里 阿帅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 愣了几秒 便想屋外跑去 刚来到大厅 就被人从后面袭击倒在了地上 没过多久 人在地上的相机被捡了起来 阿帅却爬在客厅里早已铺好了塑料布上 捡起相机的既然是阿强 一旁的阿征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得意地看着地上的阿帅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看懵了 谜题马上揭开 原来阿征和阿强 是一对精神变态的连环杀手 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通过阿仁的对话我们得知 梅姐他们已经是第三组受害人了 前两组也是他们利用同样的手段 诱骗受害者到家里 然后进行虐杀 过了一会儿 他们可爱的女儿从路上走了下来 问爸爸妈妈 爹 我为什么要杀了一个人 阿强恋爱地叫了声宝贝 让他过来 母亲也急于起身拿起相机 边拿边说 宝贝这是你第一次杀人 妈妈要记录下来 说完阿强微笑着将刀递给了女儿 说亲爱的宝贝 你已经长大了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今天晚上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你要用心感受每一个细节 女儿得到了爸爸的表扬 开心地笑了 说完阿强握起刀和女儿 一刀一刀地刺了下去 母亲则在一旁 认真地欺负着 生怕自己漏掉了任何一个细节 此时的阿帅双眼微睁 熟悉的旋律在他耳边瞬间响起 我害怕鬼 但鬼微生我分毫 我不害怕人 但人把我伤得别提离生 我是被缠赛的鸳鸯 我的世界已经绝望 家人们